《在人面前认耶稣》 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 《在人面前认耶稣》 这不是在讲说 在人面前认罪 我们是认耶稣 不是在人面前认罪 那我这个题目是要说什么道理呢 换句话说 你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个基督徒 我们在前过去的五周里面 我们完整地看了福音的全网 我们也看到福音完全是为了人的益处 而预备了从神而来的工作 就像刚才台灵姐妹跟我们分享她的见证的时候 是讲到说 这个她的表姐之所以得救 完全是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工作 所以我们说 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工作 但是受益的全部是人 就是人得到完全的益处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道理 上帝没有义务要救我们了 上帝是好心好意怀着爱造了人类 我们知道如果你是一个造瓦器的瓦匠 那么你如果是造了一个瓦器 最后烧从窑里出来以后 这玩意儿不好 他通常怎么做 砸了 再重造一个 他或者把它砸了 再放到窑子里去 再去把它再弄了以后 再做成其他的容器 那么上帝既然造了人 上帝有没有权利说看人坏了 把人都砸了算了 有没有这个权利 当然有权利 但是圣经里讲 提到了一个很奇妙的 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上帝不但没有把变坏了的人 给他全部毁灭了算了 上帝反而是预备了一个拯救的福音 要白白地赐给这些有罪人 那么这个福音是什么呢 福音是一个简单的福音 但是福音里面所蕴藏的奥秘 不是人的头脑 小脑袋 受最污染的头脑 可以完全明白了 在上帝的福音里面 中心人物是谁呢 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在上帝的福音里面 如果你把耶稣这个人物除掉 那么就没有福音了 整个福音都不见了 这个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是天父所赐给你我这样 你有罪的人的一个恩典的礼物 上帝把耶稣赐给我们 耶稣把自己献出来 把自己当作什么 当作是一个赎罪祭 所以耶稣把自己当赎罪祭 天父也接受耶稣做赎罪祭 大家来仔细思想这个赎罪祭 全能至高的神居然把他的爱子 赐到地上来 来做赎罪祭做牺牲祭 死在十字架上 你说他死在十字架上 做赎罪祭什么意思呢 是来偿还你我这样的 罪人身上的罪 罪有应得的那个报应 本来这罪人是你我 我们是罪有应得 要受这样的报应的 上帝说 我有这样的恩典给你 你要相信 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是这样说的 他说 凡信靠耶稣的 不至于灭亡 这个耶稣将要赐给你永生的生命 我们来看新约圣经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这段圣经很多的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姐妹都知道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二节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二节的后半节 实际上我们整一节都读一下 正如你也是指上帝曾赐给他权柄 管理万有血气的 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 所以这个福音很简单 天父把他的爱子赐给世界 作赎罪祭 使得世上的罪人 你和我可以什么 可以得拯救 得永生 我刚才花了几分钟的时间 讲的实际上是上帝福音 整一本圣经里面的核心内容 那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就应该要把这样的福音的恩典 的福音传给这世上的人 我们来看看在《使徒行传》的 第一章的第八节 就在约翰福音朝后翻几页就说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我们这些圣经 基督徒应该都是备手了 我也应该背了 但是我还是读一下 给它 在《使徒行传》一到第一章的第八节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圣经说上帝的圣灵降到基督徒身上以后 我们要做神的见证人 所以我们要在世人面前认耶稣基督 所以圣经说我们无论往哪里去 我们无论在哪里 我们都要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圣经说我们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给世人受洗 要教导什么呢 凡圣子耶稣所吩咐的事都要吩咐世人遵守 大家知道这些圣经在哪里吗 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在哪吗 我们刚才两个人背诵的这段经文在哪里 大家还记得吗 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 马太福音的最后 在马太福音的最后两节的经文 是最后两节第十九节和二十节 这个耶稣很清楚他是神 他很知道这世界上的人是一副什么德行 他甚至是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 然后呢他拆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到这个世界中去 他也知道大旦将要搅扰我们 将要阻挡我们 我们来看新约圣经以佛所书 以佛所书的第六章 以佛所书第六章的第十二节 在三百四十五页新约圣经 在佛所书的第六章的第十二节 这是观道欢迎讲到属灵征战 第十二节说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 侠管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保罗是一个外邦的使徒 他是一个布道家 他履行布道 对在外邦的罗马世界里面 传递耶稣基督的福音 外邦世界的这个罪人都不认识神 他们根本不想听到上帝的福音 而保罗深知 不是这些世上的罪人会给他麻烦 乃是撒旦和那些恶魔将要阻挡他传福音 耶稣深知撒旦将要与我们征战 但是耶稣把福音赐给我们 然后他说你们是我的使者 你们都要到这世上去做福音的大事 耶稣的最大的仇敌是谁 就是这个撒旦 既然撒旦是耶稣最大的仇敌 撒旦的工作的中心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让我们弃绝耶稣忘记耶稣 所以他的工作的中心 撒旦工作的中心就是要诱惑 引诱这些基督徒呢 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让我们不顺服耶稣 忘记耶稣的托付 他为什么呢 撒旦工作就是耶稣不是神了 耶稣不是独一的真神 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神 你看其他的神也都挺好的 信主的弟兄姐妹读圣经 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 看见这些犹太人在古时候 他们常常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把神弃绝以后 就去拜各种各样的偶像和假神 所以这些以色列的犹太人 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 不遵守这个真神上帝 这个耶和华的这个诫命 他们常常经受神的击打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 耶稣不想我们信主的教会 不 这是以色列人的后尘 所以他就提醒我们 你们要坚守我的名 我们刚才这个比喻弟兄带我们读的这一段的圣经 所以你们可以看自己的标签 我告诉你们 我的朋友 这个三章 大家翻开看到里面 这个路加福音十二章到十二章第四节说 我的朋友 我对你们说 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 他说你们那些杀了你的身体以后 什么也都做不成了的人 你不用怕他们 你要怕的谁呢 他在第五节说 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 当怕的杀了你的身体以后 又有权柄把你丢到地狱里去的 我实在告诉你 你要怕的就是他 所以实际上耶稣在这地方不但是一个提醒 他更是一个警告 我们到第八节看 第八节说 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人子也就是耶稣就是神了 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必要认他 然后在第九节 在第九节说 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人子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 所以这里非常重要 大家要万分的小心看这段经文 实际上他是在给我们一个警告 也告诫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跟耶稣相处 在人面前我们必须要认他 我不认他的后果是什么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 肌肉比你发达 拳头比你硬 枪炮比你强的 他可以杀你的身体的 没错 但是你不要怕他们 这个耶稣告诉他们说 你们这些基督徒到世上去传福音的时候 会有人想要杀你们 这个要杀你们的人 还认为自己在做好事 他说 耶稣怎么说 不用害怕 他大不了 最后一件事情就杀了你 本来就要死了身体 但是我们的生命 基督徒的生命 不仅仅是身体而已 我们不但有身体 我们更有一个灵魂 那些能杀我们身体的人 不能够触摸我们的灵魂 但是那些有另外一种能力 这个能力 他不但是杀了我们的身体以后 他还可以把我们的灵魂送下地狱去 所以他说 你们不要怕那些 只能对你们的身体动手动脚的人 你们要怕的是 不但能处置你们的身体 也能处置你们灵魂的那个主 你们要相信那个 愿意拯救你们 不愿意毁灭你们的 那个福音的主 就是耶稣 我们今天打一个比方 如果你是沙特阿拉伯人 你今天到沙特阿拉伯去的话 你如果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 你有可能就被判处死刑 沙特阿拉伯的掌权者 他的警察 他可以杀了你的身体 但是他们拿你的灵魂 无能为力 然后耶稣讲到下面这一句 非常有意义的话 第八节我们已经读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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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了 他说我呢 要在上帝的天使面前 也认你 在马太福音里面同样的一句话 那个马太基督的时候 他说耶稣说 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我必在天父面前也认他 大家想象一下 大家现在要动脑筋想象 耶稣是坐在全能上帝的宝座的右边 他跟天父这样说 他跟天父说 父啊 你看那地上的Bill 这个Bill叫扬州的州认才 他跟他认上的人都说他是上帝的孩子 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他说呢 这个Bill现在告诉他的朋友 我耶稣基督是他的主 而且当Bill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朋友们的时候呢 他不害怕 这些人会不会杀他 会不会骂他 会不会笑他 所以耶稣就转连对天父说 他说 父啊 这个Bill是我的 我已经把永生赐给这个Bill 天父你看 Bill身上所批的洁白的衣袍是如此的洁白 在Bill所批的这一个洁白的衣袍上面 毫无瑕疵 没有任何的污点 我们来看看圣经的最后一卷书 叫启示录 在二十二章 也是圣经的最后一章 圣经的最后一章 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的第十四节 在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的十四节 耶稣说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 可得权柄能到圣命树那里 也能从门进到那个新的天上的耶路撒冷城去 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意思是什么呢 路加福音十二章的八节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些事情 现在天上都在发生了 我很高兴 为什么呢 耶稣不仅仅在天父面前 只认扬州的那个Bill兄弟 他是在天父上帝面前 认我们每一个认耶稣的这个弟兄姐妹 但是呢 这个相反的那个反面呢 是可怕的不得了吗 在第九节 路加福音十二章的九节什么说 他说凡人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我人子在上帝的使者面前 或者在天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有人说如果有人有个基督徒说我不是基督徒 或者是有人说哎呀我不知道耶稣是不是神 那么神在天父面前或者在天使面前也不必不认我是基督耶稣的门徒 有人 这个基督徒死了以后 大家做一件什么事情到天国的门 耶稣说我从来就没有认识过你 耶稣在马太福音就警告过这样的人 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 马太福音的七章 马太福音的七章 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在二十一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上帝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 在第十后面二十二节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讲主啊主啊我们不是曾经奉祢的名传道奉祢的名赶鬼又奉祢的名赶鬼 在第二十三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这些人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You see this is talking about people who might have grown up in a Christian family 耶稣在讲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可能你甚至是从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一些 有的人说因为我是基督徒啊因为我爸妈是基督徒啊 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 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做基督徒而不是做基督徒的孩子 所以我常常关照鼓励我们在座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 你们有孩子的话你们要在他最幼年的时候就开始教导他 关于上帝关于基督耶稣的事 因为他们将来也要为自己的罪跟上帝交账了 他们自己也要变成基督徒才可以得救的 在天堂里面上帝有一群的孩子 但是上帝永远没有孙子 大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上帝只有儿女没有孙子 所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上帝的孩子 但是你不能说因为我爸妈是上帝孩子 我是上帝的孙子 上帝把福音赐给人 这世上每一个凡生下来的人都有机会信福音了 我们会说要这么小的小小孩子还没有相信啊 但是你现在就要告诉他们 尽管这么小的孩子还不能够完全的明白福音所有的道理 但是呢当他可以跟你用语言交流的时候 你应该要告诉他关于耶稣的事 如果你真的是开始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感觉非常的奇妙 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你的儿女信的比你快 信的比你好 信的比你真 每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 谦卑在上帝的面前 求神赦免他的罪 而且呢是在世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 那这样的人是什么? 他就成为神的儿女 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呢? 如果成耶稣的门徒做基督徒有好处 有钱老有好处有方便 那么我也变个基督徒好了 我就装作是基督徒也可以啊 当他们去敲天佛的城门的时候 耶稣会对天父说 这些人我不认识 不是我的人 他说什么? 他说你只要看看他身上的这个袍子 他这个袍子还是被罪浸泡了以后 有罪的污染 这些人从来就没有来到我的面前 求我给他们罪的赦免 我今天听到这里 你可能会觉得说 哎呀牧师你今天讲的是不做 但你讲的这些东西好像是不是做理论上的东西啊? 所以有人说了 哎呀你这个搞得那么严肃 那么严重 这世界上是有些软弱一点 基督徒 但是基督徒都没有 从来都没有否认耶稣基督的 这样的人是不会的 你是基督徒 那一定是基督的门徒 你怎么会这个否认基督呢?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我们争战的对象不是血气 乃是属灵的这个争战是对象 也是撒旦 我们是把福音传给这世上的人 但是撒旦呢 他是竭尽全力 想要做些什么事 想要诋毁 他要让人不信耶稣 上个星期我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 是Michael在互联网上第一次看见 看见以后去求证了以后 就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了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群翻译家 这群翻译家的工作 就是把圣经翻译成 世界上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字 但是这些翻圣经的人 他们自己从来就没有意识到 耶稣基督在上帝面前 在神的福音里面 是至高无上 无可替代的这么一个作用和地位 他们认为他们的工作 可以帮助耶稣基督 所以他们是耶稣的帮助者 但是大家知道 你读圣经人就知道 你读圣经的时候 圣经里面有大量的篇幅 是什么呢 让世界上的人 读了人感觉到受冒犯 觉得不舒服 不愉快的东西 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的地方 对撒旦而言 他是认为是眼中的钉 这个眼中的刺 那是除之而好快 那是实在是对他来说 非常的冒犯 非常的令他恼火的东西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是撒旦所恨的 他说神爱世人 以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这个撒旦听到 这独生子的恨的要死 我们前面讲到的 他是耶稣最大的仇敌 他恨的恨之入骨 咬牙切齿的就是耶稣了 我们现在发现有一群的神学家 有一群的圣经翻译家 他们呢开始异想天开在想说 哎呀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穆斯林 有那么多的这个穆斯林的基督徒 那么这些穆斯林基督徒 发现可莱迹讲的都是胡说八道 那圣经讲的是真理 所以他们相信耶稣了 所以他们相信谁呢 相信上帝的儿子耶稣 这些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呢 他就开始传福音 他们也传福音 他们就把福音 把拯救的信息传给他们的朋友 亲朋好友 他们怎么传 他说我信的是耶稣 是上帝的儿子耶稣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阿拉伯文的圣经 就像我们的圣经一样 只是它的文字是阿拉伯文 这个阿拉伯文的翻译本的圣经里面讲的内容 就跟我们中文的和英文的圣经讲的内容 应该是一模一样才对 他们就说了 这些人有这样的好心 说哎哟 穆斯林的基督徒 要是拿了这么一本圣经 里面上面写的有上帝的儿子 天父上帝和儿子 有这样一种关系 如果拿了这样的圣经 这些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呢 就要被杀头了 所以他们说不行 我们要保护这些基督徒 我们现在要把圣经稍微修改一下 大家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 最后两节 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第十九节 是在新年圣经六十页 如果你是有中英对照人家 你看到二十八章的第十九节 你看到二十八章的第十九节 他们是怎么改的 大家看怎么改圣经 他们前面翻的一样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他说奉阿拉的名给他们施洗 然后这个字呢改成阿拉的代表 然后是圣灵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数量惊人的阿拉伯文的圣经 已经在中东流散的 就是他们是这样翻译的 你去到书店买了阿拉伯文的 你也看不懂 但是呢这些圣经已经数量惊人 已经在市面上 那请问撒旦在做什么呢 这些翻译圣经的人是自称为基督徒 自称为圣经翻译家和神学家的人 耶稣说 你们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如果你在人面前不认圣子上帝的儿子 耶稣的 那么我要在天父上帝面前不认你 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 who believe in the Lord Jesus Christ don't be afraid to confess Jesus before anybody who asks you 无论谁问你 你是谁 你都不要害怕 你也不要犹豫 你要大胆的 如实的说你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门徒 他们会问说你是基督徒吗 你必须要说是的我是 因为事实是我就是啊 耶稣是每一个人要上天国的唯一的毕竟之徒 没有第二个办法了 世上无论是谁 要上天国的人 只有通过耶稣 没有第二个办法了 我们必须要传讲耶稣 解释耶稣 分享耶稣基督的事情 是要跟圣经原原原本本的要忠于圣经 May the Lord help us that He will turn to His Father 我们但愿求神 求耶稣基督 祂会转向祂的父 就是转向天父上帝 And He will say Whoever it is you are Father That one there Franklin is my child 我但愿耶稣转向天父上帝说 父啊你看 这地上这个Franklin 这地上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些基督徒 这些人是认我 我也认他们是我的门徒 And there isn't anything There isn't anything we Any honor or anything we could get here on earth That is as valuable as that statement From Jesus to the Father 我们在地上都梦想一些荣耀 但是最大的荣耀 一生真正的荣耀 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被耶稣承认 我们是耶稣的门徒 是上帝的儿女的时候 那种无可比拟的 无与伦比的荣耀 I don't know why the Lord help me give you this message today 我不知道今天主 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篇信息赐给大家 我的计划不是要讲这篇报 但是神的灵感动我 要我把这样的信息 跟我的这个亲爱的弟兄姐妹分享 我们今天一样是要一起来镜头做祷告 我们在过去的六个礼拜 我们都是大家开生的全教会的祷告 And pray only for yourself Don't pray for anybody else 今天我们什么呢 你不要替这么其他人祷告 你只要为自己祷告就好了 And pray this The Lord please help me to always confess you before me 你祷告什么呢 就是主啊 求你怜悯我 帮助我 使得我自始至终一直到我死了 我都在人前承认你是我的救主 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 And please Lord help me never to deny you before men never to deny you 我们求主 主啊 你帮助我 使得我永远都不会在人前不认你 Let's pray Our Father we look up to you Oh Lord I look up to you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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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ok up to you Always to catch you Help me to be true to you Help me to be true to you Help me Lord And never to deny you Oh Lord it was easy to do Help me to deny you And I look up to you And I pray for everyone For you I know You will be the judge And you will help us And we promise to stand And to be true to you Oh Lord God I look up to you And I pray That I may never deny you Lord Peter didn't plan on denying you But he did But Lord the Holy Spirit hadn't come yet But the Holy Spirit is with us now He is in us now He is in us now Oh Lord help us to be absolutely true Help me to be absolutely true to you always And to always tell the truth about you Never Lord give my ideas But only what was written about you in your word Oh Lord God I thank you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Amen Amen 而 Oh Lord God Oh Lord have a song U comes back to me Here we go And with the singing of the song Gmailing Ther Kate Kate Kate